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 大家好 好 今天马上帮我来看这个盘吧 好的 姜云老师跟大家讲 这个盘你觉得有开盘吗 感觉好像没有 开盘就太盘 这样没了 姜云老师说说 以后封关干脆直接放五天假算了 这样呼吁一下 等一下会不会被抓去关啊 应该不会 好啦 这个盘是到底要怎么看好不好 我们先解决一件事情好不好 还记不记得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姜云老师是不是跟大家讲QE的部分 姜云老师的看法不叫QE退产 对不对 跟你讲什么 其实QE只是温和 温和什么 其实温和的买债 他根本就没有退场 对不对 他还是在买债喔 很多人都以为他在退场 退场 对不对 所以你看喔 今天工商时报的社论就写出来 果然还是比较专业 跟姜云老师一样普楼级的 怎么说 你们看一下喔 这个是工商时报的那个什么社论 他写什么 美国QE减码的影响 他写了一个QE减码的影响 然后他有说过喔 他说令人不解的地方是 坊间许多的评论甚至部分的学者专家 纷纷以QE退场来形容 根本就不是啊 因为为什么 他还是持续的在买债根本就不是退场 这样了解喔 所以姜云老师跟你讲 所以如果假设你每一天你想的就是QE退场 QE退场 你想到的就是资金大逃杀 对不对 如果假设你想的是QE退场 你想的就是资金会大大逃杀嘛 但是如果你想的是QE只是买债的金额变少 你觉得印钞票的这个动作还存不存在 还是存在的啊 所以资金还是有行情嘛 这样了解吧 所以他不是给你一个criterium 如果失业率如果没有低于6.5%以下的话 他的QE是不会退场 那要维持一个低利率的状况 所以人家联准会 我就跟你讲过了 柏南克他要干嘛 要找历史定位 只是为了他现在的象征性意义 比他实质性的意义还要大很多 了解吧 他因为他不想像那个葛林斯盘了 留了一大堆的东西给那个叶伦女士 就是这样 了解喔 所以请你记得 如果你要看那个新闻事件的话 一定要记得用你的聪明的头脑 用你的理性的头脑来判断一下 到底这个QE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好 那一开始的时候跟你提这个东西 只是要证明一件事情 姜云老师的看法应该还是对的 好 那这个盘式到底要怎么看 姜云 你觉得有没有发现今天姜云老师哪里不一样 嗯 不知道耶 不知道 战袍穿出来是不是 对 没有错 今天老师的战袍出来了 所以请你大家认真一下喔 姜云老师给你下结论了喔 明天多空双方会进一步的表态 姜云老师再讲一遍喔 这么闷也可以表态啊 诶 我跟你讲 你可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你认为闷 所以他就会来一个神来一笔的时候 让你措手不及 无其不义是不是 没有错 这个叫什么 袭兵 偷袭 所以明天请你记得喔 明天多空一定会再进一步的表态喔 而且姜云老师 我认为明天或后贴的话 他是一个十足的趋势盘 就不会闷在这个地方了 为什么 因为三国演义有说过嘛 符什么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嘛 黏在这个地方 黏那么久了 总是要表态的时候 所以明天请你注意喔 而且姜云老师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台子旗收在哪里 不知道 对 8500点 你知道为什么他收在那边吗 因为他在做这个动作 这个叫做做价 我跟大家讲喔 请你记得喔 你有没有发现他现在就是把价格做在这个地方 就是好像一个旗袍点一样 8500点整整 也就是说 你想一件事情喔 如果他把价格拉到8500 然后呢 如果多方愿意表态的话 懂 就过去了 那过去的话是不是就表态了 但是如果拉过去之后 因为下个礼拜摩胎子要结算的话 你认为如果摩胎子空方要出力的话 明天他会不会把它扯下来 会 对不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姜云老师跟你讲 明天就会进一步的表态 所以多方赢了 就赢了 空方如果要出力的话 又会再拉回来做盘整喔 所以请你记得明天 请你要好好的面对这个盘式 千万 如果没有方法 没有工具的话 请你不要够了 只要有白色 姜云老师已经人质意境提醒大家了 所以姜云老师就把QE的部分 然后再把结论的部分跟大家提醒了 千万千万记得明天不要乱操作 然后做错编喔 好 那讲了这么多的话 还是一样 我们把结论也讲过了 然后QE的新闻也跟大家讲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 到底期限或者筹码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变化 看起来应该是不太会有变化 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量啊 对不对 而且外资去放假了 那我跟他讲喔 今天晚上有没有 忘记跟他讲一件事情呢 为什么明天会做表态的动作 为什么 因为今天晚上美股不开盘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 台湾股市不会受明天 那个美国股市的收盘的影响 所以就看我们自己的表演喔 就看我们的天气手到底是有没有控盘 所以赶快我们来看一下 其限或者一个筹码到底长什么样 所以看一下答案揭晓 今天很难得耶 自营商买的比较多对不对 对啊 然后外资只卖了1.7亿 是1.7亿这个小数点要注意看 不是卖17亿喔 1.7亿然后投信卖了4.5亿 然后自营商总共买了8亿 所以三大法人这样加加减减的话 1.8亿 有时候想一想喔 如果那个成交量低于500亿的话 直接关盘好了 这样子搞下去真的是不太好操作 但是不要以为大盘没量的状况之下 今天喔 中小型股涨停板总共五十几家 五十八家 五十八家涨停板喔 贾安老师没有匡理喔 所以其实还是一样 在里面有做一些暗潮凶游的一个状况 好 那这样就以三大法人在线卧的部分 我们还是给它中性看待好了 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买超 也没有太大一个卖超 所以我们可以中性看待 看起来就是为了要比明天的 今天没有出力 好 那我们再来看期货的部分 昨天的期货的部分 是不是只剩下将近200口的一个进空单 所以是个中性看待 那请问一下 今天到底有没有继续把它的空单减少呢 感觉好像有 稍微又把它的空单减少了578口 所以进空单只剩下1800 然后呢自行商他不要的 外资不要的 两个都是偏多操作 自行商也偏多操作了556口 所以进多单来到了2000口 所以这样加加减减的话 已经是变成了正的喔 也就是说流仓的部分已经变成多单了 但是没太大意 可以中性偏多看待 对对对对 没有太大意 除非他变1万口 那就是偏多了 但现在还是中性偏多 对还是中性偏多 OK好 那这个是期货的一个部分 好那我们再来看选择权的部分 来我们看一下选择权喔 今天选择权的话 其实也没太大的动作 是稍微回补了714口的进空单 空单 然后呢自行商偏空操作了4754口 所以进空单来到12000 但是在选择权的部分 请你记得你们发现 好像还蛮高水位的 5万多口的一个进空单 不要忘记喔 今天老师有说过 这个外资的进空单 是为了要做避险的 因为它满性put 比较多 虽然是避险 但是它毕竟还是空单嘛 所以我们就给它中性偏空 因为5万多口算是一个高水位 尤其是在自行商的部分 还有12000多口的一个进空单 所以就中性偏空来看待 好那另外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poco ratio 昨天poco ratio 掉到1.16 那今天又拉回来1.17 感觉这几天就在这个数字晃啊晃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还是以中性偏多看待 好另外一个最刺激的数字要出现了 散户多空的力道 你认为散户会做什么动作 猜猜看 来答案揭晓 你看了之后你就知道 散户一样的 还是一样就跟趋势做对了 既然老师有说过 这个是不像多方趋势的多方趋势 所以我们散户就喜欢放空 所以放空的力道来到了20% 昨天19%嘛 那今天来到了20% 慢慢慢慢的好像在又空一样 感觉好像在喂老鼠要吃 吃完之后如果拉到-30 的话就中标了 中标的时候趋势就会拉出来了 就看明天控盘子怎么做了 所以散户多空的力道 因为它是反指标 所以我们就给它一个中性偏多 而且越来越靠近-30 已经离那个0 越来越远了-30了 所以请你记得 现在散户是在做空的 好,那这个是每天routine的数字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巴拉光谷航空的部分 昨天三大法人是站在买钞 所以巴拉光谷好像也跟他一样 也是站在买钞 这几天好奇怪喔 他卖钞就跟着卖钞 他买钞也跟着买钞 买钞1.8亿 其实还好啦 一点点的数字而已 所以抽码就讲到这边 然后我另外一个忘记讲一个最重要的 多空交战的点位还是一样 打在哪个地方 今天一开盘请问一下谁赢 多方赢嘛 很明显 但是你是不是一路一路想要做空 想要做空 如果假设你又留空蛋的话 你又中枪了 怎么说 因为绝学筹码所计算出来的 多空加战的点位是 8475点 这个数字仍然适用 教授老师 为什么这个数字 为什么一直适用 心里里面发现 这几天好像这个都适用 因为 你知道吗 因为多空双方就是卡在这个地方 不表态 所以这个数字仍然适用 所以请你记得明天这个数字 如果假设你是做多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防守架 打到家门口的时候还失守 你的多弹就要赶快跑了 懂吗 如果假设打到家门口 多方有出力 那你多弹就续爆 就这么简单 了解 所以这个是8475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那讲了这么多的时候 还是一样的 要来看K棒的颜色 K棒的颜色还是最重要的 每一天就是告诉大家 运用K棒的颜色 你就知道 到底是要做多还是做空了 等于像家门老师要跟你讲 为什么叫做将 你看到K棒颜色你就知道 所以我们来看 家门老师提醒大家 每一天请你一定要懂得顺势交易 因为下一根K棒怎么走 真的没有人知道 然后呢 一定要懂得追惯性 好不好 其实你还好的运用工具 把这四个逻辑把它记起来 我相信你就好好的 你就知道 原来工具还是蛮好运用的 所以这是惯性 好 那惯性要怎么追 当然就是运用颜色管理的概念 红绿灯 对不起 红绿灯是不是一个最有名的概念 看到红灯你会停下来 看到绿灯你会走过去 这就是最有名的颜色管理的概念 然后把它画到K棒去 红K棒就请你做多 蓝K棒就请你放空 黄K棒它就在盘整 如果假设你要留破淡淡的 请你看60分钟的K棒 到底是长什么样的颜色 然后再让你去决定 你到底是要留多还是留空 这样了解 所以昨天家门老师跟你讲 讲什么 昨天60分钟的K棒不是红色的吗 所以昨天你如果留空蛋 今天跳起来 你是不是又跳了十几点去了 虽然不多 因为这盘子本来就很闷 好 所以我们赶快来解决一下 到底日线级的K棒到底长什么样 来我们看一下大电视 这个是不是还是属于红色的K棒 对不对 所以建安老师为什么跟你讲 是作家 你知道吗 因为他现在已经拉 拉到了这个起跑点了 你知道吗 如果他是一个盘整盘 你觉得明天空方会不会出力 会啊 他一定会想办法把它扯下来 那如果假设 会变成一个多方顺势盘的话 已经打到临界点了 你觉得多方会不会出力 会了吧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建安老师跟你讲 明天多空双方会进一步表态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空盘者常常做的 就是做家 那至于你问建安老师 到底多会赢还是空会赢 我怎么知道 明天打了才知道 但是请你记得 顺着K棒的颜色操作 这样就可以了 想了解 请记得 江安老师都不跟你压方向 因为方向怎么走 江安老师不知道 但是K棒会告诉我 应该要往哪个地方压 OK 所以这个是日线起的K棒 那另外一个 我们还是要来解决一下 60分钟的K棒 到底你是留多单还是留空单 你是留多单 就恭喜你 你跟工具是一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看一下大电视 这是台子起的 60分钟的K棒 所以 有没有发现 仍然 五根的K棒是红色的 所以 一、两、三、四 还有上个礼拜时间 江安老师就提醒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留波段多单 所以总共几天了 五天了 所以这五天的过程当中 如果假设你乖乖的 按照K棒的颜色 这样操作的话 也将近有120点的价差了 也蛮多的喔 也120点的价差 这样了解齁 所以如果假设你在操作期后 怎么操作怎么不顺的 请你记得好好的 应用K棒的颜色 所以江安老师 一开始的时候就先把 大盘的部分 跟60分钟的K棒 做一下交代 对 虽然说目前现在是一个 不像多方趋势的多方趋势啦 但是至少还是多啊 对 那一开始的时候 江安也特别说了 在今天已经穿上了一个战袍 对 没错 感觉起来明天的盘式 应该会很诡诀多变 对 那这样子的盘式之下 到底投资要怎么样注意呢 有没有一些要补充的 有的 江安老师有说过 如果假设你忘记的话 江安老师再提醒你喔 从今天开始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把你的DVD打开 有没有把它转到 那个录影的一个状况 请你记得 要把这个奇海论坛 这30分钟 把它录起来 因为很重要 江安老师从今天开始 要跟你补充非常非常多 如果假设你在操作取握的一些观念 是不对的 江安老师就要一个一个 帮你剔除掉喔 所以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准备好 要不要等你 没有办法的 因为这个是Live的现场 没有办法等你喔 所以如果假设你没有 开机器的话 那就用手机录啦 好 赶快喔 所以江安老师要跟你补充一个观念 很很重要的观念 而且这个观念 我跟大家讲 每一个观念都是连续的 所以如果你落高了一个观念 后面的你就接不上来了喔 所以请你记得 所以认真听喔 所以我们再解决一件事情好不好 每一天 像江安老师不是说 很多分析师都跟人家讲 一定要顺势交易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知道顺势交易 那江安老师不是有说过吗 如果假设你要顺势交易的话 请问一下 是是什么 江安老师不是有问过大家这句话 顺势交易大家都知道 要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 那到底是是什么 大盘的方向嘛 对 大盘的方向嘛 那江安老师不是有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交易心法 是 就是 价格的趋势 还有没有印象 江安老师论述过了 江安老师就不再论述了 趋势就是价格的趋势 所以 当你在看价格的趋势的时候 请你记得 你的脈筋要配得比较金 趋势是决定你要做多跟做空的方向 其他的因素只是决定你 部位的大小 QE 有没有要退场 QE到底是温和的退场 还是温和的进场 都不管它 因为这个是部位的大小 真正会决定你要做多跟做空 是以价格的趋势 带你来看孙子兵法 那个 欣有没有读过孙子兵法 应该比较不会 因为读商的 好像 好像那个 不太有印象 不太有印象 而且这个是文言文的 而且文言文 我们来考考大家一下 到底 你看了这个文言文的话 到底你看得懂我看不懂 江安老师已经科起科料 都讲老师去了 我们来考验一下 孙子兵法 最早的一篇 叫做史记篇 它说什么东西 这句话你知道 有多重要吗 这就跟我们在做期货 跟做股票一样 如果假设你孙子兵法 这一篇 你没有把它毒手的话 我跟大家讲 你在操作期货跟股票 你完全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败 你为什么会胜 怎么说 来 江安老师一句一句话念 他说 福位战而庙算者 得算多也 什么意思 就是还没有开战的时候 我们就在庙堂之上 来算一下 如果我获胜的几率多 那我的筹码就多 对不对 那为战而庙算不胜者 就是我在庙堂上算一算 看起来 我是不可能赢 那你的筹码就是少 对不对 所以如果假设你的筹码多 你的获胜几率高 你的筹码少 你的失败几率高 况无算乎 你知道吗 就是这句话 很多人有没有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怎么样进股票市场的 你是不是提的钱就进来了 对不对 请问一下你没有好好算过 到底你进这个股票市场 跟期货市场 你要怎么样去跟人家单兵作战 像贾安老师有说过 像以我是一个合格的分析师的 我是不是也来带学员进出 每一天贾安老师就好像在作战一样 真的是这样 那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你在作战 那你的阿兵哥在哪里 你的阿兵哥就是你的money 就是你的钱 一块钱就是一个兵 假设你有五百万 你就是五百万的兵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好好的站在那五百万的兵 去考虑一下 还是你就随便的进出 那就请你记得 很多东西都没有算过 所以多算胜 少算败 况无算乎 如果你没算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游戏你根本就玩不起 所以无以观之 胜负见义 也就是说 孙子兵法的史记篇 告诉我们一个观念 在还没有打仗之前的时候 你就要先算好 到底你的胜算是高的还是低的 我们才进场去操作 请问一下你在操作期货跟股票 有没有这个观念 看起来没有 建安老师要跟你讲白话 如果孙子兵法的史记篇 那到底他告诉我们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四个字 讲得好像很悬 其实就这四个字 叫做风险控管 说穿了就是要好好的做风险控管 建安老师直接告诉你 如果要做好风险控管 要做好哪三项 第一个就是要做好资金控管 第二个一定要散射停损 第三个一定要善用工具 好建安老师 你讲的都老套了 我也会啊 当然是啊 当然是老套 但是问题是什么 你有没有真正的了解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了解 你知道吗 明天建安老师就要跟你讲第一项 风险控管到底要怎么样资金管理 你知不知道资金到底要怎么管理 还是五百万进五百万出 这是错误的方式 明天建安老师会演绎给你看 到底资金 在风险控管的第一项 资金控管到底要怎么控管 所以从今天开始 建安老师每一个观念 都是顺下去的 所以你如果没有录到的话 你真正的看不见了 好 了解 对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马上回来 要不要真的打给你太太 可能不方便 她现在在那个 因为我不知道她们现在在 只是说 我是怕说 是不是要跟她讲这件事情 and 你要干嘛 你先说 蛤 我没有要干嘛 喂 爸 我们要练习 跟家人好好说我爱你 小啦 小啦 有什么奄奄地你吗 最重要的也要告诉你一句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也爱你啦 你这样讲有点吓到我 好啦 有事情都要跟哥哥说 我爱你 me too 好啦 我爱你 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吗 只是没有讲出来 现在开口说爱 让爱远传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02-2506-8911 不同的产业 看到更多的机会 不同的人生 看见更多的勇气 不同的语言 看见更多的事业 三立全球财经 看见趋势的力量 New Skin 跨越三十周年 Happy New Year 一切如新 New Skin 养生我知道 提报不健康偏方 教导正确养生知识 富裕向前冲 开启创业法宝箱 發掘成功DNA 科技新闻线 第一手的3C资讯 科技产业消息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每周日 三立财经台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当眼睛睁开 视觉功能便开始运作 如提供颜色或辨识细节 然而随着文明的进步 出现低头的现象 造成视线模糊 梳立式叶黄素 含维生素A 有助于维持在暗处的视觉 让低头足也能 Bling Bling 梳立式叶黄素 威马书培 宁愿以叶黄素空壳至屈尘室 梳立式可享9个优惠 欢迎回来接下来棋局看台股单元 要请佳燕教我们如何当冲 好的佳燕老师要跟大家讲 到底要怎么做当冲 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天的当冲 好像都是黏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没有错 其实你好好的应用工具 你大概也知道今天要怎么做 怎么说 来佳燕老师有说 请你记得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教育心法一定要抓节奏 而且今天有没有 还蛮好抓节奏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馨宇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都不动啊 节奏就是这样子啊 不是 除了这个以外 那不然呢 因为韩国没有开市 然后香港也没有开市 你就没法黑白看了 了解 所以干脆他们都不要开市的时候 你就会看台股的节奏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练习的一个机会 一定要看我们自己台股的节奏 不要去看其他的啦 看其他的 你就干脆去做那个股市就好了 了解 所以不要看其他的来做台股 所以是属于我们自己本身的节奏 好 那第一件事情 当然还是一样哦 去分辨盘是 到底是顺势盘 还是盘整盘 那怎么分辨 还是一样 运用15分钟的k棒来辨别 如果15分钟的k棒是黄色的 它就是个盘整盘 那盘整盘的话 工具会告诉你 压力的点位在哪里 请你做空 支撑的点位在哪里 请你做多 请你记得哦 那如果不是盘整盘 而是个顺势盘 那当然就切到3分钟或10分钟的k棒 来处理它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想当然了 应该还是个盘整盘 因为撑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15分钟的k棒 真的是黄色的k棒 来我们看一下大电的时候 就是台子旗的15分钟的k棒 然后我解释一下 今天开盘在这个地方 收盘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是昨天 对不对 昨天开盘在这个地方 然后收盘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是礼拜一 所以礼拜一 就是一早的时候顺势盘 从11点半晚之后 就变成盘整盘盘整盘 一路都是到这个地方都是盘整盘 所以你运用的压力点位都是同一个 压力就是8502点 所以今天早盘第二根 你是不是在8502点放空啊 对不对 放空完之后 等它下来碰支撑 请问下有没有下来碰 并没有 但是它就在这边鬼混 鬼混到最后一盘 变成红k棒的时候 当然就是最后一盘 8500点把它拉出来 所以今天的话 应用工具的话 就狂赚2点 小赚2点 真是开玩笑的 因为江安老师 你真的是很不敬者 一天这样下来才充2点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去算过今天的横盘整盘 18点 你觉得18点应该怎么充 了解吧 不是有时候不是江安老师故意的 就是因为它盘是没拉开 而且早上前10分钟就动完了 对就动完了 后面完全都黏住 你觉得江安老师要怎么充 即使江安老师有10把刷子也刷不出来 真的是牌子太黏了 但是请你记得 明天可重要了 了解 那开玩笑看到这边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假设你自己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你的方法是不对的 你的k棒不会变颜色 对不对 我们来比较看看 如果假设你运用的k棒颜色 有没有 如果假设你运用的k棒 是左边的k棒 是15分钟的k棒 请问一下这边怎么做 根本没有办法做 但是右边会告诉你说 昨天到今天都是盆盘整理牌 会告诉你压力在整理 主人家一只棒棒 一只遮得 你是不是就不会乱操作了 而且你知道吗 江安老师有说过 运用工具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要抑制大家冲动交易 对不对 请问一下今天交易几次 一趟 如果假设你今天冲三趟 不要忘记了 江安老师有帮你算过 一天你只要多冲两趟 一年下来你就多花了24万的成本 不赚不赔的状况之下你就多花了24万的成本 你觉得24万拿来自己吃东西比较好 还是拿给政府跟券商比较好 你自己决定 这样了解 所以当你没有方法的时候 一定好好运用k棒的颜色 除了k棒会帮你赚钱以外 最重要的它会抑制你冲动交易 千万不要以为当冲 就是要穿这几个百招 几个万招 合作东冲 穿一招也是东冲 所以请你记得 所以当你在操作 期货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时候怎么办 还是听江安老师的劝行不好 因为你的方法是不对的 因为你的k棒不会变颜色 不然的话你又有这个毛病啊 为什么 因为你会去听过多的讯息 对不对 江安老师有说过 过多的讯息 而且现在多空的讯息夹杂 一大堆的从QE来讲 然后现在又日月光 每天都看那个日月光 到底有没有要干嘛干嘛的 对不对 不要听那么多的讯息 然后然后又倒听途说 经由你的脑袋 所转换出来的交易策略 一定是不可行的嘛 你不就是这样操作失利的吗 江安老师一直提醒你 用这张字卡一直提醒大家 那怎样才可以变成成成功的交易模式 当然就是运用最简单的k棒的颜色 你有没有发现 江安老师每一天 你知道吗 江安老师要跟大家讲 运用k棒的颜色 江安老师讲多久了 两年每年到目前为止 都是这个准则 看红k棒做多 蓝k棒做空 黄k棒逢高空逢低界 这样子讲了两年 这样了解吧 所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面对这个鬼绝多变的行情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学太多 真的是这样 k棒颜色操作周期 再听江安老师跟你讲筹码 经由你脑袋所转换出来的交易策略 就是可行的交易策略 所以还是听江安老师的劝好吗 运用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把k棒颜色准备好 再把操作周期给它固定 剩下的就跟江安老师一样 按表操课 市场自然而然 就会给我们答案 到底我们的小蛋糕被吃掉 还是把它要回来 好 那在明天又有什么样 操作上要注意的呢 除了8475 一定要牢牢记住之外 好的 欣云真的太聪明了 已经把我的词都讲完了 8475就是一个重点 因为明天就是一个 我建安老师认为它是一个趋势盘 所以如果它是一个直上直下的一个盘 是8475不就是一个临界点吗 所以你做多的防守价就是8475 那你如果要做空 知道怎么做吗 如果真的跌破8475 多方没有出力的时候 当然就顺势空下去了 对 好 所以说 刚刚江安也特别告诉我们 这8475是非常的重要 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 其实都可以来参考这个数据了 好 谢谢江安为我们带来 这一集式的分析 那起来论台会持续带你 掌握整个大盘的趋势以及方向 明天同一时间下午三点钟 我们再见 拜拜 好 谢谢 好 谢谢